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解维甲比赛的主将赛的一盘棋 主将战应该说还是比较引人注目的 因为谭孝今年是刚刚加盟重庆队的 转会道的重庆 唐卫星是我们外山队的 一员猛将 郭契我也一直跟着我们 他曾经跟着我辽宁队 之前是辽宁 对 那么我们也准备了一些 他们两个人对阵 这两个队的一些画面 我们先去看一下 这在中国棋院 那就是在中国棋院二楼下的这盘棋 这是唐卫星 这是珠海万山队的主场 对 唐卫星现在等级分排名第六 最新 谭孝是最新加盟重庆地产队的 因为重庆队去年有一度陷入了保肌圈 所以今年是重金引进了谭孝 好 这是唐卫星 这个看来是清凉油 这个是很多棋者都有这个习惯 是吧 我看长浩就有 长浩张玄经常比赛的时候拿清流 在这个提提神之类的 我是没有这个习惯 看来您精力能够保持的比较其中 就是说 我棋不行 您太谦虚了 这个是李轩豪 李轩豪 重庆帅哥 古力 你看在后面我看到 古力这是重庆过去的老将 或者是以前鞋杆的主力 现在都不下主将了 古力 古力已经是整个维甲年龄最大的一名起手了 这个发展太快了 八三年了 我们都不要说老了 古力都是最大的了 这是孟太林 孟太林 这些都是我非常熟悉的面孔 是啊 这都是我们的队员 鼓励 这场 好 我们来看看这盘棋的进程 这是主将战 唐伟星对阵谭笑 谭笑之黑棋 谭笑黑棋 唐伟星白棋 一般做一般都是自己主场的话都选择白棋 因为主场是可选的 是的 因为现在大天幕 所以大家都觉得白棋会稍稍有利一些 然后白棋下了这个行为 对他下这个行为 这个比较少 他在下那个行为 然后白棋小木 对 然后黑棋是挂的 谭笑采用的这样的手法 小飞 小飞 然后在这走一个 这以前被称为小林流是吗 对 非常简单 已经很老了 小林流 那个年代 我们那个年代 非常不陌生 下过很多 我这个过去就下过很多 一般是叫大飞挂 以前都是那样的 白棋都是大飞挂 大飞挂 然后白棋要么跳 要么尖等等 这个棋下过多了 对 特别流行 流行 但是现在这次出现的 这个唐伟星 他没有去走我们以前的老套路 他是挂的 高挂 他下的是 高挂 以前是大飞挂 是最普通 而且变化最多的 我们也有过深刻研究的这种事 这个布局下的很多 但是他走的是这个棋 这个棋 我觉得他受谁印象 我们看 这个一走走这个 多数会走在这个二江高架 这个也都非常 因为这个子是在高位 一跳一跳 这个高位的也发挥作用 但是你看他走这个 大家是有没有这个印象 这个曾经主要是谁 最近阿法够下过 人机大战 人机大战的时候 当然这个子在这边 低位 当时是这一虎 李世世一虎 他阿法够跳 那么一走一连压几个 然后就那边逼 对 那个棋是第一盘 对 人机大战的第一盘就这么下 你看看现在 周围的情况不太一样 我们的唐伟星也受此影响 所以说你说这个 这个人机大战的确在我们的 他已经走进了我的生活 直接迎合我们的棋手的思维走向 他也来走一个 也是受到 过去哪会脱退 对 很少有 多少年 没有直接脱退的 就因为阿法够走了一个 脱退之后 你看他也模仿了 然后 实际上黑气飞起来了 其实这个飞 这个形状是有过的 这个是有过的 如果你要夹在这 他是要走这个的 然后你要长 他就把你冲断 然后作战 压过来 这个棋是有过下法 这个是黑气可战的 有过这个定论 对 有过这个定论 是的 咱们一跑要冲断 然后连压几个 在斑毡之后 你拐住 我就跳 这样 我给你分开作战 我这子就发挥了 这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棋 当连校走到这个时候 唐卫星他就走别了 他一看他不是阿法够的棋 他是飞的 因为他没有虎 所以他就不跳了 他上靠了一下 下的位置是一样 但是棋的意思不一样 对 然后这个地方走这个 再扳 这个是扳的 扳这个时候再加就不通了 这个时候你要虎 他能跑出来 这个棋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虎一个 他这个棋能走这个了 因为这两个有交换 使得他成功了 所以黑棋 这个棋 这个时候就冲了 他冲在上面 冲在上面 对 这是定式了 成为定式 这个棋以前有人下过 是 是吧 这个局部还是比较常见 这个棋你就要转换了 对 把这个吃掉 然后呢 黑棋断在这里 这成为一个 这个过去 我们那个时候就下过这个 这个定式下 有人正下过 多次出现了 这是一个老定式 值得注意的 就是这个段的时候 你不能 首先不能这么吃了 千万不能这么吃 这么吃一粒 这个棋是中了黑棋的圈套 就完了 中刀了 中刀了 怎么走都不行了 怎么走都不行了 这接下来是跑不掉的 对 你这个 不管你走这个 都被这一拐 你就完了 再猴一个 再爬一个 这一粒就 这脚全死了 就麻烦了 这就中套了 是吧 这就中套了 这不行 不能这么下 不能这么下 对 这个棋呢 就是说 呃 放在这儿呢 它一断的时候呢 呃 要么连着走 要么呢 就先放一放 也可以 呃 他就放了一下 白棋实战脱先了 他在这儿手脚 对 呃 但是 我在想的 这黑棋上面的形式这么大 刘老师不想着这么先挂脚吗 或者是拆过去 你说 现在白棋这个 这个 这个挂这个 我觉得挂一个也可以 好像 对 我觉得挂一个好大 挂一个可以 对 挂一个 挂这个也是挺好的 是的 挂这个 你比如说走一个 他往那走一个 这也是 也好像值得 比手脚好像 好像选择的 是不是觉得好像宽广一些 更多 但是他手脚当然是有他的思路的 整个的构思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可以考虑的这种下法吧 是 是 可以说 对 这个 是 现在实战的白棋下的是这个 对 然后黑大飞 对 白棋拆了一个 这个棋 他怎么看起来像要对围的样子 在这 当然他是选择这手脚拆 然后黑棋又在那边选择一个 小尖 小尖 各走一个 这是也是一种 刚才挂一个当然也有 现在走成这样 他觉得这样也是一直不应该说差的不是很大 可能喜欢我 你喜欢那样挂 我还是喜欢先挂过去 我看人家围太大了 我觉得有点 心里有点含糊 有点含糊 但唐伟欣他不这么认为 看起来 是 白棋拆了这个 拆这个 这个棋可能要跳 对 现在黑棋跳一个 跳一个形状也不错 那么现在那边都放着放置不走半天了 要不走 黑棋哪怕立完走完补一个也是不想的 对 挺大 但这个也想抢 但是现在他终于白棋落到仙手之后 他打吃了 尝一个 这就是一连串的 既走了就要把这个赶快的 不走 这一打特别大仙手 你走完就不走 走完就一连串的走 这样一气呵成是一手非常大的气 这个棋我觉得挺大的 这样就基本布局框架都出来了 现在看得很清楚了 黑棋也是张士 那么白棋捞个脚 然后走 这个不知道他们以前下过这样的布局 没有 反正是这个下 像我感觉不像他们两个都是研究 很有研究的 应该不是很有研究的 对 现在可能随性下成这样 以前也没见到下成这样 但是下这个之后 那就是黑棋 继续张 继续张的 它是走在这个 尖冲 观察这个跳的意图 是吧 要白棋贴一下 贴一个 它就长 对 这个棋 它是飞一个 这个形状 在这个是飞 它那么期望你挡住了 这一般飞一个挡住 是吧 对 那么黑棋这个尖冲完了之后 它这个肯挡吗 现在 它就是没有挡 它实在是没有挡 挡一个是不是 箭小了 因为那底下本来就漏着风了 对 挡完这个地方 白棋过来了之后 这个挡就价值不大 是的 所以这个时候它变了 继续扩张 对 在这 走在这里 这招棋 按理说形状感觉是不错的 大飞一个 大飞一个 对 那会儿聂老师评价谭笑的棋 因为谭笑也算是聂老师的弟子 他说 这个棋对于中央的感觉 好像进步了 中央感觉进步 它说涨了 他是这样说的 可能在中央的处理 或者是刑期的招法上 他往中央一走 看这个大局 这是聂老大局好 老师 以后看聂老怎么教弟子 说是中央看怎么布阵 对 谭笑 因为我看他的棋还是少 因为去年维甲他是不错 是吧 去年维甲 他是另外一个队 他不是重庆队 他今天才是重庆队的 好像之前他并不是特别突出的那种 但是我记得他有一次维甲当中 他连胜了很多盘 是这样 或者主将 我的印象 但是从我和唐伟星他们两个相比 我对唐伟星比他要熟悉 那肯定了 唐伟星而且现在都已经拿过世界冠军了 等这份也长期保持在前十 对 谈笑不像那么 没有那么忽略 就觉得 是 好 我们看这个 大家先走在这里 所以这个棋作为白棋 这个时候选择比较多了 是 白棋选择很多了 白棋现在那个形状走什么 那个形状 我怎么觉得过去的形状都是在这 这一代 以为白棋这个形状居多 这样先走一个 这么 上面瞄一下 走一个 看你补在哪 然后再说别的 这个也是 有这个下法的 对 是吧 对 先点它一下 先点一个 走一个 试一试应手 那么点的时候 这个时候 现在黑棋会不会反击呢 如果你反击 那我脚上存在棋 是 我就 所以说这个时候先试一试应手 考验你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小手段 常见的手段 先试试应手 对 这是一种下法 先点次 点次再震一个下法 对 还有我觉得可考虑的 总我怎么觉得这个段以后也是一个可选的 现在可以断它一下 断一个之类 我不知道黑棋怎么硬 断一个它是怎么硬的 很纠结于这个问题 断一个感觉是以后可选的 断呢 对 你这个棋你还不好办 我这个断 这断一个 你大概不能拐下来 你是不能拐的 拐了被它加下来怎么办 对 这个断一个 假如我把你断一个 你拐不 我还先打一个再加 你更麻烦了 这更狠 这更麻烦了 这就麻烦了 所以你不能拐 肯定不能拐 先拐就麻烦了 我们先把这个拐的变化先去掉 肯定是不能这么下 对 先断一个 这断 那么你大概打这个 最狠 也就这样了 打这个最狠 接上 打这个狠 那我要针掉你就麻烦了 现在是针不掉 现在它这个子正好有针了 如果有针子 你不好办 那就说明它这个非还是有预谋的 跟那边针子有关系 怕那个针子 怕这一手 防你这个针 是吧 如果没有针子 你这个打可能就得打在上面了 冲打了 对 可能冲打 不要打 打冲打 所以这个断 我也值得 就在瞄着这个断 什么时候能够出手的问题 它是有个断的 对 这个出手 那么现在白旗走什么呢 白旗他走的中央在这 这代销了一下 我怎么觉得 想那种考虑考虑 如果毫无目的的话 在这走 是不是太虚了 对 就是说目的性不是很强的感觉 有没有针子吗 也没有针子 它和针子没有关 再走着一个才有关系 和针子也没有关系 如果再过来一个往远一点 跟针子有关系 或者你瞄着断 也是个说法 这个没有的话 我就闹不懂这个了 然后他就往前跳 对吧 白旗刺了一下 刺一个挺好 这是他的手段 这个没什么说的 然后他是飞过来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在这漂亮 跟他跳的话 从驾驶的时候 白旗这黑旗有打入 你很不便宜 我觉得不见得便宜 我还不如点上走那边 那边就是效率高一点 我不知道唐卫星 这个是怎么的个思维 好 他现在谈笑贴这个 这个挡得挺大的 跳完之后 他打完这个打入相当可怕 打入太大了 他这几手交换 就从黑旗 然后到这一船 这几手交换之后 就觉得 本来是黑旗想扩张中央的 但白旗消了他的事 那么黑旗就从底下找回来了 因为这走完之后 这对底下是有很大影响 对 这个挡完之后 这个爬也变大 否则这一挡先手了 他是要爬 爬一个 这关系你既然爬了 他还有一个招 这个不错 先靠一个 是个好旗 这个是一个 这个地方是 局部守进 你这个旗 你要是退一个 这俗的顶也回家了 是不是 就出旗了 就出旗了 有流鼠的 这个形状不是很满意 所以这个变成很大的一部旗 对 这个挡确实挺大的 现在黑旗 黑旗又继续往前跳 继续跳 他还瞄着 其实又是往前跳 其实也没有打路 打路挺大的 他想看看你这块旗怎么样 反正往里钻 好像也是心情上总还可以的 如果你肯补一个的话 这个跳就变成先手跳了 对 你往下跳下去 他以后再走一个 再接一先手 你跟着他走 他把你穿下来 他总好的 是的 这飞总归是大的 白旗飞刺了一下 对 好奇 这个刺一个像是先手刺 总缓解下面打路 但是他这个旗也不沾 他冲一个 这以后下面有冲断 有冲断 外面薄了 对 外面薄了 总体而言 这白旗的旗形渐薄 渐薄 对 我觉得 然后他下了这个 就刚才跟您说的那个差了一路 对 他这个地方不是有一个冲断吗 这儿 对 这个地方有个冲断 黑旗这个地方有个子 他是有冲断之后 可能也为了防这个 我估计 是 然后黑旗拐 他走了这个 对 其实那个子可能防着冲断以后有点麻烦 干脆我就补了 加强在中间 是这样 走得比较稳妥 这边 这个 这边一直不动了 然后就在中间 大家往这边 没工夫忙活了 这个 如果这样的话 黑旗往这边走 跳一下尖 尖 尖 长一个 走一个 他爬一个 这样的下法 从局部来说 黑旗还是便宜的 得空 局部来说 你说 这个 他上面走一个 你下面走一个 黑旗还是 还是乐意的 对 是的 是应该乐意的 黑旗本来说要为模样 但是他现在走到这个挡 挡完了 拖着一下 还是有收获的 再加上这个往前跳了 然后这又爬了几下 感觉 感觉黑旗好像 还行似的 我也觉得黑旗不错 黑旗也不错 是的 这个旗不知道 为什么 这个 唐卫星是不是变调了 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这期下到这里的时候 接下来白旗怎么下的 也挺困难 也不知道应该从哪着手 因为眼见没有特别大的地方 比较中间比较难 高者在府 怎么走的好 其实那是高人 中间特别难 因为中间的头绪太多 不知道方向 你很难掌控 对 那我们给大家留点悬念 让大家思考一下 好 休息一下 一会儿见 好 再见 欢迎回来 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 是2016精力智能手机杯 中国威胁甲鸡联赛 第三轮的主将战 由谭孝对阵唐卫星 刚才和刘老师 为大家讲解到这 黑旗刚刚爬了 接下来白旗怎么下 是个难题 到底应该从哪入手 这些 他既然在中央走了 既然都走了 他还是走中央了 执着的往中央走 他就大跳了一个 大跳一个 这等于在中央搭个房子 自己搭房子是稍微亏一点 最好借力搭房子是最佳的 是吧 这样虽然是房子也不小 你要让黑旗走 以后他又怕分段的冲段接力 这当然也不小的一步骑 挺大的 是吧 他是走了这个之后 黑旗飞起来了 这两个交换的话 就是说我总觉得跳一跳 先手 往前跳一下 感觉如果什么都骑都没有的话 会不会亏 下面我们看 白旗点了三三 点三三 试一下硬手 看看黑旗是怎么硬的 对 在这 对 但黑旗的下法很强硬 他就说你这个全都是死的 他不是挡在这边 挡在这边怕一会有别用 挡在这以后又拖了又靠了 是啊 他走到这 小尖 这个比较强 里面说我什么都没有的话 真的是 那不白亏 有可能损 对 他也没走 是不是在这爬一个 是的 爬一个 这是继续的 这是这个定时继续 这是先手 这是先手 然后他又飞起来了 在这 在这飞 总算是好像 看这招法 就白旗这一串的招法 都是在破黑旗的势力 对 现在总算是把黑旗的势力都给破 就上方这一带 基本上黑旗没有成大空的可能 对 不让黑旗成大空 那黑旗呢 走这个 他要求 这招棋应该是不错的 这是好棋 我总觉得就是那个脚 如果什么都不闹腾 总觉得是不是心不甘 有这种 有这种 感觉上里面总想闹点棋似的 不肯就点个33就被人全吃掉了 这个点33好像白锁了 好像白锁了 还不如不点 对 为什么要点一个 不懂 这个棋 至少你打完先手 这儿有点 这儿有点 如果这儿有紫的话 那里面以后后续的手段 但是现在你的联络出来也是最重要的 现在他必须走 小间 小间 他要靠 间被长一个也不好 那么他走的这个 这个就是正常连回 挺大 这个很大 对吧 挺大的 现在算这个地方算高 以后这个拆一个也相当大 对 拆一个相当大 以后主要脚上还有一些利用 是的 现在我总觉得是黑棋 看黑棋下面怎么走了 其实黑棋现在他是都没有走 他走到这个 这个是好像我觉得白锡之前就有点欠了的意思 这个特别的大 本来这个飞一个就是临时应急的招法 你并没有补好 这个打入其实还很大的 对 因为如果让白锡补一个都是空的话就不同 现在他打了之后 等于把你的空给你破了 互相 互相 就是我破你 我自己也长 这个地方是相互抵消的一个特别大的棋 在这打 顶一个是眼尖的 这招棋要走 他也就顶一下了 这个是需要走的 然后你看他走的是10 他往前顶一个 然后再长一个 这个棋就这么俗长一个 它实际上你就吃不到黑棋 比如说你硬来 走这个 它会这样 对 断一个 对 你紧气它斑粘 对 对 你这个是虎还是粘呢 就算虎一个吧 不明 它斑粘那个 对 斑粘 你大概可能最狠的就是一路斑 一路斑这个 他就算了 那这棋肯定不够 就算做个眼 对 靠住 靠住 我这个棋收气的话 是黑棋能快过白棋 别看就那一个眼 一个眼就够了 你杀不到他 杀不到他 这样白棋 黑棋的算路就是多余 就是能够 白棋没有办法 对 这个是吃不掉的 吃不掉 这个下法是黑棋成立 这个黑棋成立了之后 就是说你我这一场你有点难过 对 如果你只是这样双一个 或者这样一个被我跳过去 你不舒服 你如果只是双被我跳过去 这个黑棋 你看它 它连着控自己在活 在迫着你的控 显得有点大 嗯 这个挺舒服的 是吧 对 这一手其实还是相当巨大的 对 所以刚才 其实飞的也就是 这个地方 以后它就是 这个地方有冲断的 等等 它还有点利用 至少是先一个先手 是吧 这个都是 所以这个长一个 让白棋有点不舒服了 他难受 他难受 他胆挡 他不够 是吧 他是走了一个急的 对 对 是唐卫星走的 这招棋啥意思 就是说你如果度过 你要是松了气 我有可能吃你 是吧 有可能吃你了 我就可能跳了 吃你了 你要走在这 它就双一个 你已经不好回 是 是吧 你跳就 我就冲断你了 它本来是可以跳回去的 对 就不一样了 它本意试探你一下 这就不一样了 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试你一下 这个棋下的 这招棋是唐卫星等于考考你 但是这招棋是考了黑棋 但是黑棋高就高在什么 他反考白棋 他先考他一下 你看他下的棋 如果我从被你搬过 啥都没有 但是我在此之前 我先断你 考一下你 你怎么硬 那么我下面下法都不同了 看看你走什么 他断一个的时候 就这个白棋也不太好搬 他如果说冲这个 冲这个 那我这个吃你怎么搬呢 这打吃 你就麻烦了 不好搬 不好搬 是吧 这个棋你就已经不对劲了 这现在搬已经搬不过了 被人打着一下 不管你怎么硬 它都会搬不过了 你可能你只能听话吃这个 那吃这个应该是不行 不行 那不可以 你只能吃这个 对 所以白棋得吃在这 吃在这是必然的 我想是必然的 它等于是 其实我觉得他黑棋这个段 他也卖了这个力了 或者卖了别的下 卖了顶了 顶了 他都卖了 他这个棋 也可以接受 也可以接受 白棋也就这样了 黑棋打吃 打吃了 对 打吃这个 打吃这个 先手他想当成一种转换了 吃掉 再接一下 这是当然的一手 打一下 然后他把这个冲了 冲了 你如果搬起来 被他这个搬的话 这个太大了 这两个子吃的有点惊分的意思 对 被他搬的 所以这个也是必然白棋搬过 白棋搬过 那个棋 就是正好他能回家了 已经回家了 这你冲不断 冲断这有个架子 然后他把这个长一个 这个棋走在这 这个棋关键是走完这个之后 里面有棋 他有一路倒虎 对 沾上被你搬 你的棋比我长 但是他有一个这个棋 这个棋不对 这个是 这个棋是 黑棋是走在这 对 走这个 虎一个 你必须点 然后我走这个 你走这个 走这个 这是一个打结 这个结 这个结也挺大 这个很大 所以有这个棋 就是说 留着 所以白棋 补了 是给黑棋先手搬住 这个先手搬还是心情很愉快 很好 觉得黑棋心情很愉快 逼你补回去 这怎么都是很愉快的一件事 对 因为这个棋 这个结 如果你被他搬成这样 就算白棋赢了 被也被 也官子也便宜了 所以这个最后他忍痛 还是补了一个 补回去了 是吧 补回去了 这个不管怎么说 是把黑棋便宜了 对 黑棋这个能够先手摁着 然后你在里面补一个 应该说还是可以吧 收获不小 确实 是吧 他本来这个地方 他是需要花一手棋 在这尝一下 他等于说这手棋 现在变成先手 他没花 在这 然后刚才这个打入 他已经打到目的了 现在先手在黑棋手里面 现在黑棋他的先手 对黑棋挺满意的 这个套棋特别大 为什么 我说白棋本来是 一个是 我一直担心这个断 还有说即使白棋走这个棋 你这个很薄 就它补 这 这招棋 它加强了这面 然后还瞄着你这头 而这个棋本身这条棋非常好 非常大 你看这一跳 这块棋马上就要成事了 成事了 不走 我这往一尖 这基本上都封住了 所以走到这个时候 黑棋这一系列 这步调我觉得挺好的 要是我的话 我有可能这个吃 我真的考虑 要拼抢一下吗 拼抢一下 我是想拼抢 你走打结就打吧 我拿这个做劫财 对 我有这个心情 我想走那个 很想拼抢一下 很想拼抢 因为现在 我没觉得白棋心事就好 对 如果赢了的话 当然可以保守一些 对 如果我想有拼抢打结 现在被黑棋走了这个之后 我下步走什么 这个我就不敢走了 现在断我不敢了 现在断肯定要被冲下去 不敢了 我这有这个子了 那我被他打了沾上 我这个外面真的是没法走 黑棋子力太多了 所以这个棋 它是跳的 白棋往前跳 跳一个 我是觉得白棋中央的一系列招法 都是为了突破前面黑棋的后势 因为这个 对 你不走 被人家跳过来 太大了 太大了 对 围得太大 但是这个跳它自身有问题 这一尖 你看看 它就尖了 对 这个棋你挡不住了 你搬 它能搬出来 而且你看这个棋是薄了 对 我觉得这样的话 你围了半天 你看 被它的形状给冲破了 不是很好 它中间主要它本来这个结构就很松散的 一旦被人家冲进去 这一个拆三的形状的话 它的薄味全体现出来了 对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这道棋我是想拼这个飞 它走中间 飞特别大 飞完之后自身加强 然后你的冲击力 这个结就抛在结再说了 打赢打输 再说 即使输了20目就给了 然后中间那个什么了 我想别的办法 这个是必抢的 现在来说 我就有点难受了 中间还在这一场 这个不对 对 它是加了一个 它也算是补齐 也是间接的补齐 不过要被它分断 它这个长先手 对吧 对 长先手 这有冲断 这直接冲断了 对 直接冲就冲断 然后 它这也能分断 但是现在它多一个加 回家了 它冲一个 它就跳 它这个有个一路回家 所以这个分断 你什么用 有袜 袜 袜了一个 袜 它是你这个 大尺 都为了紧着气 这刺掉 刺了 对 一路搬一个 对 这个就连着木 就分断 这个挺好 但是你这个 走不走 我这一刺就断了 就随便走一个 就完了 这个很容易断 所以白旗得补齐 补齐了 补一个 没办法 它补一下 对 这中间形状怎么下 反正是自己补干巴巴的 怎么都是下不好的 其实 刚才说的 这个本来白旗挡先手 这个刺是先手 所以黑旗赶快补了 这个 拆一变大了 否刺这被它一大飞是先手 所以一直白旗想在那里动手 一直都没来得及 没有来得及 便宜 如果早先挡完 这个能不能飞下去 我都想赶快能便宜到 但没便宜着 脚上就是 这个走完 总觉得有点心不甘 然后白旗是斑的 白旗斑的 这个地方应该说你走半天 黑旗就那么爬 白旗也没捞着 对 白旗他之前的这些招法全在中央 然后就是为了破黑旗的势力 然后黑旗就把中央你虽然走了 但是我这也不担心 这长不出目 后来还是能成一点 但是它底下已经 刚才这儿都已经走掉了 这个是联络的形状 你的联络的形状 你就说我本来的毛病 你都不敢动手了 现在黑旗在这个地方 贴一个 贴一个也是让你难受 你不补还是不行 假如你要抢这个 假如抢这个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就断你了 这也得挡住 这挡住 我这一断就把它切断了 就切断了 然后它拐打长 对 然后搬过了 搬过了 这就麻烦了 全进去了 而且这还没连上 这一冲还是断了 这不行 这不能这么下 所以变薄了 中央太薄了 变薄了 他白旗补一个 白旗补一下 对 对 这个棋是白旗搬的 白旗现在搬 他先手 然后黑旗赶紧加了 省得你要搬我 对 他那个是个大管子 你白旗搬先手 然后我先加完 你挡了之后 这个便宜差好几目的 这个不可能 如果一挡和刚才你搬 那是差不少目的 这白旗心疼了 白旗 对 白旗被他这么一走 先手走 没办法 白旗是在 他在这小尖了一下 小尖先生 对 冲 挡住 他尖上 他又鼓了 连就先冲一个 让他变重一点 这黑旗毫不犹豫就给他挡住了 这个就是说 如果白旗抛截的话 如果这个截变得白旗重 因为 你打完之后被他提了 这块旗死活问题 你挖打吃 如果被他啪啪凉事 如果这样的话 但是这找截 被啪的话 没法看了 太大了 他本身还能沾 反正这有截材 你中间这块旗就有问题 对 黑旗有些本身截 对 有一个至少是 所以这个 危险 不能乱开 你就被他抓 你这个都不是截 可能 对 所以白旗先虎了一下 先虎了 对 他又虎了 这个介绍 是 再回到这儿来把这个给虎住 虎住 把这个三个就要了 这个要了大 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像 但是要了 他也威胁一点这个旗 对 主要是看中央黑旗的这块旗厚薄 厚薄 主要别的地方也没有看到什么特别大的关子 需要下的 现在 现在主要是白旗中央的旗行还是有点问题 看起来 黑旗就这样击打 这个补是要的 这个 反正 有个定时炸弹 先补了再说 你这个反正 但是这个走了 被他补了 行吗 这样 走上这样 白旗也虎一下 虎一下 把这个 黑旗打 这个给走掉 这个旗也不小 因为本来黑旗打拔厚了 在他走了 这个多出 多出一个眼 跟这个做活有关系 底下多出 有个打一个爬 多一个眼 是的 黑旗把这个提了 对 提了 特别坚实 这下 这下不要打吃 对 这个打吃 大概才能活了 多出那有一个眼 这上面总是有个先手 活是活 但是你被他这么分断 黑旗也厚了 白旗抢了这个大肠 抢这个 本来说 你只是我这关注的断 现在就没有了 走这个 黑旗就虎一个 走一个 然后断了 这个断一个 你觉得是不是有点损 我看着 我是都不肯 你这就不肯断是吧 我就在想 他这有点苦肉剂的感觉 你如果吃 他有可能有打了 提了 有一个斑 有一个这个 他等于试一下 试一个应手 考验一下 应手 他也害怕你 我不走以后你 但是断总觉得有点损 是不是 他就让你卖一下 它吃掉 对 这个到黑旗也放心了 白旗也放心了 黑旗这个都没啥利用了 这个肯定是铁活了 但是这个明显损 明显损 但是他也算了 对 算了 然后他又挖持这个 挖持这个 沾上 对 把这个收了 这个脚太巨大了 这个又是一个关子妙手 他不是跳进来的 大家看 够实战的 这个够实战 这个现在倒是全盘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大气了 对 这个干脆就来个彻底的 这个班你不能让我搬过 你如果党没有搬过是不像话 所以你只有这个 然后他最实战 这个也最大 而且这底下一个都不用粘了 现在 就把这个粘上 这都不用粘了 这道伏器非常大 彻底 这个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收官 你看 这个都成木了 都是木了 然后他把你的眼位都给绝了不少 这个气也变得相当大 他是走的实惠的 那这块旗如果黑旗不被攻的惨的话 他那个就成功了 他刚才做了一下预防工作 我这中间先留个眼 这多出一个眼 省得你要对我下蒙 痛下杀手 对 他走的是 白旗跳 只跳 如果没有特别的手段 只是跳一跳 我本来想还是想分段 但现在这个跳一个挡一个 只是沾上这个被白旗被黑旗搬的话 我觉得没啥便宜 这主要是有个问题 他底下走这儿的话 还有一只眼 他本来 那是有个眼 他如果说上面能先手提的话 他弯到这个就活了 所以这块旗死是不是问题 就死不掉 死是不怕的 因为他至少最急的时候 另一个有个眼 对 黑旗另一个是有个眼 中间的眼位还很多 对 然后白旗跳进来了 这个旗 如果只是这样 我怎么觉得 这样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说你白旗只是在中央这么走 冲一冲 被他抢得太实惠了 太实惠了 白旗走了之后 黑旗打 黑旗打吃 打吃 对 这个本身就不小 但是这个就是让白旗去做活了 他自身的黑旗现在变厚了 对 全盘变厚了 他要求下的厚实一些 对 在这 现在这块旗应该活是不是问题 活应该不是问题 白旗加一个 这要做眼 对 这个旗 它底下就俗的这一趴 这有个眼 所以他不用担心这块旗死活 对 这个旗应该说 你觉得黑旗应该还不错吧 你觉得呢 对 这个旗不能长一个 长一个 白旗长进去 他可能长一个 我是想长一个 长一个 他沾上就挡住那样的做活 如果那样的话会便宜一点 稍好一些 稍好一点 他直接这么吃一个 感觉从木的角度来就不便宜 想长进去 想长进去 他已经弯了一下 现在 这个弯一个也挺大的 他不是木的问题了 他还有后续的手段 他这 你如果补一个 那先手被他长得受不了 现在白旗 白旗打吃 打吃先手 对 黑旗就算了 把这个打了算了 对 这个被提的没活 然后他再把这个接住 对 站住 好 现在白旗 要么补 要么他走了 他不肯补 他是要 他要求 他要求冲断先手 黑旗这个吓得很 追击一下 黑旗是 这个靠断了 黑旗先刺一下 这个地方你要是不走 断先手 断完了这一弯 白旗直不死了 对 所以他必须得沾上 对 断先手 沾上 他这个靠断是个好旗 我就问 这个旗 靠断了之后 在这个地方就让你白旗来处理 怎么处理 看看这个你刚才不是要飞我吗 你看这个飞的子你到底是怎么连回去的 对 他必须得逃 不然这个飞的干什么 被人家一靠断了 打吃 再冲一个 然后他再长 因为他断了他都不怕 反正打两刹 这也虎回去了 对 这个旗你只有走这个了吧 然后白旗粘回去 粘回来 对 那黑旗这边先冲击他两下 我先冲 这个冲他就白旗没有办法 因为这块旗看这块旗 你只有连 你跟这个杀器是没有的杀 这黑旗旗太长了 然后在他一路冲过来 他自身通过攻你 他我这个连回家了 全连住了 一点没有毛病了 我这个完全安全 这个也不用考虑眼位了 然后你再去这么一路 单关回家 对 那这个旗就这几个便宜 这有点损失也都无所谓 有点损失都无所谓了 这个旗 黑旗还可以拐入 这个旗 它倒是可以连回去 走这儿它是连回去了 白旗 你连这个是吧 连这个它没有啥意义了 其他这个先手 是吧 对 我一个它得连 要不然的话 它断的话 您就团一下先手 团一个先手也冲不来了 这个就打一个也可以 那么 这个旗 我看 它如果 现在 你说现在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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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断我 不行 对 断我就贴 你就死了 这局部进死了 就已经死掉了 是不是 你这个 不能断我 那么 这个旗 你这么冲 只是回家 现在它已经回家了 它就在这个地方 只要连回来就行了 对 它就虎一虎连回来就可以了 回家即可 对 所以作为白旗来说 它还得想点办法 怎么样才能把木树收得更好一点 收得好一点 对 要不然这个木不够 它现在 它弯的这个 弯这个 就是说 如果你走这个 它要打吃 接上 然后冲这个 它走这个 再挖吃 对 接上 这一支 这你又进不来了 你绝对铺了 这个翻盘 这样是白旗最佳 这样白旗赢了 这样白旗赢了 对 但是 这个 黑旗是看到了这一点 黑旗所以说不能直接挡 不直接挡 那他就看你怎么选了 你要是单挡 被他打吃 他也觉得不太好 他可能是不是会打在这的话 你如果单挡这个 如果单挡这个 白旗会打吃这个 打吃这个 这样是不是比较好 然后把这个断下来 这样还挺大 那也可以 这个也行 这白旗赚到了 好像 也行 这个也行 但是这个打吃的时候 它也还是不能提 依然只能回到这 只能沾上 只能沾上 沾上 然后它可以立下 对 也就这样 打吃打吃 它能作业 这个白旗木多一点 白旗还不错 这个木多一点 这样当然也是可以的 但是黑旗这个时候 我们看黑旗怎么走的 黑旗他没有这么想 黑旗其实这个时候是一个决定最后胜负的时候 实际上他很关键 一连串走下来就知道 他经过判断之后 他就能够知道自己的胜负了 你看我们看他怎么走的 它是断打的 断打 然后白旗长一个 断打白旗有不长的话 如果不长 如果不长 你是打这个 你是说现在白旗打一个 对 如果白旗打这个 那黑旗提掉 对吧 提掉 这个旗大概你是宠我 宠这个 对 但是黑旗有这个 吃这个就够 吃这个 吃这个你要提 我就提 那黑旗底下得了不少木 即使能吃掉 对 你这个十木 赚到 就是说十二木吃掉 但是他底下这个 已经得到了 对 而且这个打吃 对 他这么一算 这么样的损失 就是说白旗 就是黑旗不亏 这个这样下 白旗不肯这样下 白旗这个结果还是不满意 对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最后白旗的想象 最有想 他是走的 他长了 他长这个 这是最佳 如果你这手提 我再冲 吃起来就大得多 这个大多 是 好 我们来看看黑旗走什么 他是先把这个挡回来 挡回来 然后白旗提掉 白旗把这个抓了 对吧 对 这个时候黑旗把这个冲掉 这个是黑旗的权利 这是黑旗的权利 黑旗这一路冲先手 很舒服 这个很舒服 然后黑旗就把那个挡了 这挡也很大 而且是先手 但是白旗能把这个收的 这先手 本来还有一个 有个班的 是吧 这个旗关键现在没活 这么大龙 这一个眼 剩下还在补这个 不补 这个不是眼 这一叫吃 不是 他就在这 他不用 他就直接把这个粘 直接粘就可 就把这块旗全吃掉 直接粘就起 直接粘上你这个旗 你走这个 他挡 那么他现在是走的 白旗团 但是他这个也好起 这是先手 先手挡 最后白旗把这个吃掉 后手团吃 对 然后黑旗爬了 爬了一个 你不能断被黑旗顶 气不够 是的 插一气 白旗走这个 黑旗扒这个粘上 这样等于是 到这个时候 关子就定型了 基本没有什么 可争执的地方了 基本上都是一两小木关子了 但现在这个时候 就是说盘面十木以上了 大概十几木了 这个旗是肯定赢了 黑旗肯定赢了 白旗已经回天无力 所以他这个时候就认输了 那最后这盘旗的结果 大家已经看到 就是直黑的谈笑 是中盘战胜了 唐伟新 为这个重庆队主将战 加了宝贵的这一分 那我觉得这盘旗 总体来说 还是黑旗发挥的比较好 尤其是前半盘 就看起来这个室 张得非常的舒服 也是谈笑 值得夸奖的地方 好 那我们今天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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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